以赛亚书第39章 那时,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加病而痊愈,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。 西西加喜欢见使者,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字、银子、香料、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契,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。 他家中和全国之内,西西加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。 于是,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加王,问他说, 这些人说什么?他们从哪里来见你? 西西加说,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。 以赛亚说,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? 西西加说,凡我家中所有的,他们都看见了,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。 以赛亚对西西加说,你要听万君之耶和华的话,日子必到,凡你家里所有的,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,都要贝鲁到巴比伦去,不留下一样。 这是耶和华说的,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重子,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。 西西加对以赛亚说, 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,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。